各位觀眾朋友歡迎透過11 寶次來跟我聊天的時候就跟我講到說 那時候我們還在跟育龍打季後賽 他就說拿到D-Live冠軍就會得到他 其實整個球隊磨合的狀況 跟整個氣氛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對 其實真的看到了一個蠻多的一個改變 而且尤其是看到他 台灣銀行 紅塵游時 無錬任以前 以及龍紅圓的 其實都還是有他的一個水準在 當然沒錯 因為其實 或者是運動傷害等等 而且其實本來很多球隊他們就不會讓你 原本打很多的主力去來參加這個杯賽 對 因為就是目標 對 目標 這邊後撤腹的出手禁 踩在參賽者上的龍褲 我是屬於聰明 聰明 哇 這是聰明 用腦袋打球的球員 我聰明 用腦袋打球的球員 所以就是不消耗體力在場 還是比較 再更久 沒關係 我不要 我待會偷偷的血給你看 紅圓這球做得非常的 腳步做得非常扎實 好球 出手 好球 結果最後選擇 非常勉強的 那一定要把他好好的 三分之外線 把他關住 好球這個後門 這個開放門給到了吳宥任 沒錯 這個動隊阿伯耶 這個節奏 其實泰傑來到 來到台穎以後 現在台穎改守一個區域了 但是在籃下的鞏固 被搶了第二波的進攻籃板 歐秋歐朗 感覺 吳佑任一板傳球 龍翁元最後選擇自己出手 GOD 你看又被HITO撕到球了 沒有人敢上去 對啊 現在攻守兩關 雖然台穎這邊出現了蠻大的麻煩 Toris又在前面拿到球 好快3秒鐘就打完了 然後又被搶一個進攻籃板 沒犯規前面還有3秒鐘的時間 Toris在時間中了機前 上籃得分所以追加分數 24比 30秒的時間 超級誇張的快速度 龍翁元在籃下好球 太容易被人家得分了 比較小上場的5號球員 最好5號的球員Daniel Seizel 他其實也有以3到5公分 應該是以穿鞋子的高度 再黃爆2公分 除了持教的風格 比起大家注意之外 在球場上會有更多的畫質出現 很好的 算是有挖到寶的感覺 再來下一點 是俄波快攻卡 是可以防守的 可以搶籃板的 那在防守上面可能 在融入體系 他球員上來之後 主力球員上來之後 現在菲律賓選中大學 剛剛那個暫停一叫完馬上被抖 又是俄波籃板 俄波籃板 哇 你看又是歐豬啦 然後被包夾之後傳出來的外線空檔 而且已經來到14分的差 而且又創造出失誤 前面快攻卡 可能要暫停囉 只能適合打什麼樣的一個體系 而不是說 我只有這個體系 你就是要 發了我教練 就是找到好洋將 因為好洋將 好的洋將帶你上去 真的 那 差的洋將 對來說 真的是 注入一個新的元素 尤其他的風格是比較狂野 不像過去可能比較死板的那種感覺 對 比較中規中矩的感覺 對 比較中規中矩的感覺 好像泰傑就是 他們菲律賓選中大學 其實應該也不怕他範對泰傑 沒錯 他只彈下面還有一個Patrick沒有上 對 出一球 Vian Torres Mbioness 兩個小組搭配 哦 先加1 籃板球又加1了 這個進攻籃板 不知道他要搶了多少顆他才滿意啊 這個切入再給Bioness 拋頭 拋過又直接送一個 進攻籃板 菲律賓選中大學的教練 其實也知道 歐洲嵐下去 排贏 就馬上就有機會追分 所以他在第三節基本上 就沒有下去了 第八個進攻籃板 而且用左手勾 放進兩邊 都勇士隊一樣 第三節一波流 就要把他帶走 對 哎呦 不要再第二 加油 連續了兩顆三 現在第三節剩兩分鐘 拉開到二十四分的差距 可能基本上就很難去追回來 對 而且 二十分二十五分 其實聽起來只有五分的機會 而且防守籃板 也沒有讓他也有更多的衝強機會 哇 又是進攻籃板 對 一直沒有往上追啊 好現在看看 往太傑追加分數來到十分 現在要結束 遠多大學終於把節奏慢下來了 他又是一個Hilo 而且轉出來外線的YOPEN 啊 台灣球迷發現在要了解了 沒錯 尤其是現在目前 因為分數已經扎開 一波進攻在第三節 又是找到YOPEN 哇 做了一個PKR 哇 兩人小組的配合 掉大腳王太傑第一時間的出手 被擋住 但差板得分 並不理想的情況下 真的很難啊 陳勝宏拉高弧度 再一個擦板得分 沒有要卡位了 轉移角度 沒有機會 就上來單擋 這邊遠邊 變成一個大的空檔 WIDE OPEN 直接拉出來 陳勝宏 一個擺舵的加速度 上籃得分 但這邊首先防守要守住啊 B&S第二顆了 分數就只有越拉越開的情況 對 又是同樣的防守 那個 因為遠東大學的防守 強度非常的高啊 還讓台灣 讓台灣營養並沒有辦法 找到很了解 相對的主要還是因為他們 太 有太多的領先啊 他們搭起出來就會更輕鬆 整個多半艙 隨手一拋王太傑也沒有投進 所以最後的比賽結果 八十二比六十三十九分的差距 一直走在這條路上非常的辛苦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幫忙 讓DF下季籃球聯賽能夠持續的